民眾全家大早忙著堆土搖 剪柴火 雙搖 燜搖 體驗早期農村社會 大人和小孩利用田裡的休耕期間 進行空頭椰 雖然天氣炎熱 但還是吸引不少民眾 全家三代一同來參加 除了回味兒時敬意 也希望讓孩子體驗早期農村的休閒娛樂 想說要來嘗試一下 因為這是小時候的回憶 想說帶小朋友一起來體驗一下 就是順便帶著那個爸爸媽媽一起來 就是那個體驗一下 回憶一下小時候這樣 以前的孩子口 那個空頭油的煮味 我們總共這裡有26個 這樣全部帶來參加 大小的孩子也很高興 有些活動 讓一些人可以出來參加 還不會這樣說 找一些電動景 什麼不好 讓孩子出來 想說拍一個頭 沒有都在那裡 也不好對不對 所以你們這裡的辦最讚的 屏東縣政府運用屏東農業物產管外 修根的彩稻田 舉辦一系列農村懷舊活動 從先前的彩稻收割 質感好生活 到體驗傳統農村生活的空頭油 用傳統的烹飪方式 重現農村休閒娛樂 同時也藉著空頭油活動 增添親子哭動時光 為孩子們的暑假留下美好的記憶 放暑假了 所以我們在屏東的農物產館 邀請我們屏東的小朋友 大朋友 來到這邊空頭油 每天都有40組到50組的空頭油 那有很多的水上的活動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 趕快來屏東的農物產館 給我們屏東最棒的好物 最好吃的好物來跟大家逛 大家多逛 多買 多走 多玩 祝福大家有個快樂的暑假 現場除了有空頭油 還有屏東農特產 稻農市集 免費氣墊水池城堡 讓民眾開心玩水 消暑一下 屏東縣政府期盼 用不同的主題活動 活化屏東農業物產館空間 讓民眾體驗農業及觀光 多元化的趣味風貌 記者世心停養正義採訪報導